雪兰儿警方在泉州展开一项专门针对中学生的交通检举行动中 竟然发出多达1186张船票给违反各项交通条例的中学生 其中接近25%是初中生 雪兰儿警方交通调查执法组主任卡玛鲁丁表示 警方发出的船票大多数是开给中午生 他促请学生、家长和校方 劝告同事们遵守交通规则